最后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 我看了很多网友的评论 发现很多人一看到爱库卖5000 就留下一句告词就走了 也有很多评测视频里的弹幕也都在说不值 说实话我看了真的感觉有点奇怪 平心而论真的不值吗 而且还有一个现象是 大家都觉得米10至尊版很值得 这就很奇怪了 我们来简单的对比一下 骁龙865 120Hz的高刷新率 LPDDR5的内存加UFS3.1的闪存 X轴线性马达 双扬声器 NFC等等 这些大家都一样 也都算是旗舰机的标配吧 120W的快充虽然也是一样的 但是它俩都是领先行业平均水平一大截的 主摄一个是三星的一个是豪威的 底的大小和像素也都差不多 我们姑且算是同一水平吧 也都有前望式长焦镜头 它们的差一点在于米10至尊版的优点是它多了500mAh的电池 并且有50W的无线充电 而爱库5 Pro并没有无线充电 小米有一个两倍的长焦镜头 而爱库没有 小米前往长焦镜头的传感器也要更好一些 我们刚才展示过 MIUI 12也算是一个优势点 而爱库的优点是屏幕是三星的 小米则是华星光电的 爱库的手机侧面看也不会有泛黄的现象 机身更加轻 大约比小米轻10% 爱库的背壳是素皮的材质 并且设计感更强也更加特别一些 当然了这个审美是比较主观的 得看大家个人的喜好 售价方面 爱库8加128G的是4998元 而12加256G的是5498元 米10至尊版相对应的配置 分别是5599和5999 大约贵500元左右 澄清一下 我并没有说小米10至尊版不好 我也觉得它是一款非常值得购买的手机 我只是奇怪 怎么到了爱库这里就好像这5000块钱是很坑的价格似的 感觉如果你不是对无线充电有强需求的话 爱库5Pro明明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 做评判还是要理性一点 不要想当然 总之我个人认为这两款手机都是非常值得购买的 当然关于评测部分 同价位的机型大部分都有的 我就没有详细的介绍 比如说骁龙865这颗处理器 日常的流畅度和游戏体验都是它决定的 但是大家应该也都非常熟悉了 所以也就没有必要过多的浪费时间 LPDDR5的内存加UFS3.1的闪存也是目前最高规格的 这里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各个跑分的成绩吧 而至于120Hz的高刷新率屏幕 坦率的讲 对比市面上常见的90Hz的屏幕 它的提升并没有60Hz提升到90Hz那么明显 但是实际体验上肯定还是很棒的 在选项里也支持智能的调节 可以适时的省电 以及避免一些不必要的bug 其实我觉得只要是行业平均水平的配置 就并没有必要特别的强调 所以我今天其实是着重的说了一些相对比较出众的点 在充电方面 它支持120W的超快闪充 可以理解为双通道电池双通道充电 其实具体的细节 大家也没有必要知道的那么详细 只需要知道这个充电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快到底快到了什么程度呢 应该可以说是彻底的改变了人们给手机充电的模式 之前感觉即便是快充也需要稍微的给出一些时间 是专门用来充电的 比如说晚上睡觉的时候 比如说午休的时候 需要插上一段时间 故意不去使用它 而这个手机则变成了这样的感觉 只要充电器在身边 那就完全不需要考虑电量的问题 爱怎么用怎么用 觉得电量低了 就随便的把线插上 上个厕所跟别人聊两句天 甚至就是走一下神 就发现电就充满了 至少也是充到了一个让人不会产生焦虑的电量 比如说80% 对我们这种做评测的来说 之前还需要测半个小时的充电量 还需要给自己上个闹钟 提醒一下多少分钟充进了多少电 而这台手机 我可以直接的按下相机的录制键 把电充上 然后随便跟人聊两句 回来就发现这个电已经充满了 然后我再去看到底用了多长时间 它充满电只用了16分钟多 更是在10分钟的时候就已经充到了72% 5分钟的时候就已经充到了45% 而且我这个还是在屏幕上一直显示着充电百分比 如果灭屏充电的话可能还会再快一点 值得注意的是 它的120瓦的充电头的体积其实并没有很大 这是对比我苹果笔记本的87瓦的充电器 还要小很多 感觉也就和很多笔记本65瓦的充电头是差不多大的 来看摄像头部分 我觉得很值得点赞的一点是 它只使用了三颗摄像头 主摄五倍光学潜望式长焦镜头和超广角镜头 没有一颗是凑数的镜头 实用主义不在没有用的地方浪费钱 它的主摄采用的是三星GN1的传感器 5000万像素传感器的尺寸1.3分之一 不管是在白天还是晚上都可以获得更大的动态范围 拍照也支持AI动态场景识别 色彩会比真实看到的稍微浓郁一些 但是也并没有特别夸张 整体看起来还是比较舒服的 而人像方面不管是背后的主摄还是前置的自拍 都延续了篮场的传统优势 还是比较讨喜的 尤其是对于女孩来说 与小米10至尊版做一些简单的对比 白天大部分的场景其实并没有想象的区别那么大 逆光人像的HDR表现也差不多 但某些场景的小米10至尊版的曝光有些偏高 色彩也有些偏蓝绿 感觉不如爱库的扎实 而长焦端虽然都是五倍的潜望式长焦 但是由于小米10至尊采用的是MX586的传感器 因此在清晰度和噪点表现上要比爱库5Pro强不少 而夜景部分感觉爱库5Pro的高光压制要强于小米 画面感觉更干净色彩也更准确 视频拍摄方面小米还是老毛病 色彩太夸张了 疑似是AI在捣乱还没有办法关 爱库的颜色看起来则要舒服不少 但是小米的防抖效果要比爱库强不少 关于摄像头方面 由于爱库之前的定位一直是游戏手机 因此一直主打的策略就是使用好的处理器来提升游戏的体验 而牺牲摄像头的规格从而压低售价 但是这一次显然是转变了另一种策略 是想做一台全面的旗舰级手机 因此在影像功能上相比以前的产品有了很大的提升 甚至可以说和小米10至尊版打的有来有回 应该也可以算是弥补上了之前的一个很大的短板 爱库5 Pro配备了X轴的线性马达 虽然在这个价位的旗舰手机里也并不算罕见 但是有两个功能我个人还是感觉比较有意思 第一个是机械键盘模式 震动配合音效能够模拟机械键盘的感觉 居然还能够选择不同的轴体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 还是挺有意思的 第二是针对王者荣耀进行了设计 打开这个4D震感 部分英雄在释放特定的技能的时候会配合震动的效果 让游戏的体验更加细腻 爱库的宣传里总是提到他们是KPL 也就是王者荣耀职业联赛的比赛用机 其实也并不是因为他们使用的处理器性能强 因为安卓旗舰机都是骁龙865 王者荣耀对性能的要求其实也没有那么高 我相信对于比赛来说更重要的应该是稳定性 尤其是对帧率的稳定性 网络延迟温度控制等方面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所以爱库基于长久的合作经验 开发了爱库的电竞模式 进行了深度的优化 以求达到更高标准的比赛要求 首先还是来看一下外观 它的正面采用的是左上角挖孔的设计 屏幕是E3材料的三星屏 这个应该也不需要我多介绍了 反正就是最好的那种 背壳是素皮材质的 质感还是很棒的 我个人也非常喜欢这三条线的设计元素 刚好还可以让摄像头的模组完全没有突兀感 正面的壁纸和图标还有时间的字体 感觉也都很漂亮 开启这个monster模式 还有一个非常酷炫的动画 联名的核心元素宝马的logo 放在了随机附赠的手机壳上 这个壳的材质是硬的 并且在两边没有包裹 可以提升曲面屏的使用手感 这个手机实测的重量是201克 比官方的数据197克高一些 可能是因为出厂贴了一张膜 不过不管怎么说 这个重量在这个类型的机器里 还算是比较轻的了 即便又有壳又有膜的情况下 也只有217克 而小米10至尊版的裸机就已经达到220克了 带了壳和膜一共是246克 当然了外观的这个东西 每个人的喜好肯定是不同的 肯定还是需要大家自己来判断了 大家好 我是呼呼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爱库5pro这款手机的体验视频 我们先来开个箱吧 感谢观看